听到屋里碰的一声 远景怕嫌犯想不开 赶紧破门而入 血迹布满床垫 地上杂物散落一地 还可以看到 嫌犯拿枪自轰 流下来的弹壳 远景赶紧拉起封锁线 将嫌犯紧急送医 嫌犯持枪伤及自己 儿子的友人之后 逃回家中躲藏 和远景对峙了将近三个小时 因为他跟他的妻子 有家暴问题 急需要找他的妻子的下落 询问他18岁的儿子 又不肯透露乱何讯息 只因为男子回家 找不到老婆 久后失控和儿子吵了起来 追出去后 当街枪击开车出门的 儿子友人 当时这辆白色轿车 突然大力地撞上一旁电线杆 后座一名白衣男子 开车门拔腿狂奔 一旁机车骑士 就是他的父亲 儿子却连滚带爬逃命 因为父亲手上持枪 追着自己的儿子跑 还企图开枪却卡探 发现周围住户报警后 男子才骑车离开现场 轿车驾驶座血迹斑斑 目击者还以为是单纯的车祸意外 没想到驾驶座 嫌犯儿子的友人 头部重担陷入昏迷 才察觉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又用自我了断的方式 持枪自禁逃避所有行则 这林医生宋湘霖宜 宜兰报导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